我代表导演组要颁发的奖项是 平平无奇打工王者奖 在分贝家族成员中有这么一个人 他过安检必定会发出响声 因为他有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你以为他坐的是轮椅 那是他身为打工人的勋章 在他不凡的气质里藏着他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和打过的功 他是职场上的深度内卷大师 他的内卷轩辕是 只要还活着 没有一个碎活逃得过 希望他早日接到春晚的邀请 争取打到最强功 他就是身残至尖打工卷王张远 争取打工卷王张远 谢谢节目组 感谢陆思恒 你不要抢我镜头 你可以站住 我一会儿还得扶你回去 你我站旁边 感谢节目组 在我受伤时都没有换掉我 让我没有损失任何一个碎活 话不多说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打工的精神 希望有一个环节 我制出的骰子那样 所有人今年都是碎活王 所有人都可以翻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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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